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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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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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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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都安排好了 影大祭司都安排好了 给我看过那两个人一个也不妨走 是 爹怎么会有事瞒着你呢 你一个姑娘家这么一声不响的直接冲进我的书房 这又是体统吧 爹 你变了 从前我都是随进随处 你可从来都不说什么的 刚买了血脸神病 你跟我说没有现钱 我亲眼看着孔老板还有一个黑衣人交椅 血脸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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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 血脸神病 血脸神病 我一定要成为长风学院最强 不 整个龙山国最强的人 我要让师父看看 我才是那个最有潜力的人 靳秋 我没有发现雪莹体内有超凡斗气 她真的成为了超凡吗 我确定 我亲眼看到了雪莹身上 发生了粒子化的改变 今日是墨阳宝主的生辰 小女不才 特意为宝主准备了一份独特的礼物 借此比武场地 斗胆献上 妄宝主向呢 四伯荣的玉培为什么在这儿 四伯荣 那天晚上的确有个黑甲骑士闯进来 像是想跟我说些什么 但我完全没有分辨出来 她是四伯荣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明明有机会 为什么不救她 当时情况紧急 我没来得及反应 她就被面具人带走了 如果你早点说的话 那我们就能早点赶来 四伯荣可能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若是她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山坝甘休的 三祭祀得利 哥 总书和童书 还有雪石宝的大家 都特别特别想你 我知道 其实 等哥忙完这阵子 把事情处理好之后 我们一起回旋营令 黑风崖底 黑风神宫的墙壁外 有一条巨大的裂痕 从地底 一直沿着峭壁 蔓延至崖上 乃是高人修炼所为 这点不知白前辈 是否知晓 怎么是她 这里应该就是 墨洋山台的修行秘室 那这些挂着的秘文 都是什么呀 这秘文 看起来似乎是一套秘书 我先把它记下来 也许有人可以破解 如果你再不肯说出 太古血脉的秘密 就不要怪我 对你的儿子下手了 若是 您知道失踪的长风弟子去向 还望告知敌子 华大师 如果这一连串的事情 都跟这个孽畜有关系 我看你怎么交来 要是没有当年的仁慈 墨洋琛现在连头活路都没有 这一次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畜生 回来都已经无日了 却还什么都没有查到 等伤好了 就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 不行 我必须抓紧时间 提枪先运气 人气 连师傅都偏袒他 东伯学院 进长风学院我是第一名 以后我也是 你靠师傅给你开小灶指点 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靠我自己超过你 我绝不会输 长风学院的愿归 谁还记得 景秋 挑起事端先动手肘 罚 弟弟 师傅 是雪莺先动的时候 雪莺是吗 不是啊 明明是你先 是弟子先动的时候 弟子甘愿受罚 罚你不许用法术 打扫曹树阁 现在就去 师傅 是 像我这样的天子 就应该是接连 更高级的武功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谁让我 养了你这么个 不争气的女儿 要不是 你抓不住东伯雪莺 我没必要这么做 加了昏睡树的美味 保证今晚所有人都睡得死死的 久了 好了 柳月 不喝了 柳月 没久了 都办妥了 没问题 跟我来 超凡失恋即将开始 前来参加的年轻人 都实力不足 如果我们控制一个超凡 并加以利用 必能有所收复 小夕 小夕还活着 我已设下结界 这次没有人会成为超凡 也不会有人被魔族抓走 怎么回事 这就是超凡考试的阵法吗 这是一个迷宫法阵 我们定要小心违补 走 魔族还并有迷宫阵 肯定是用魔族的斗气 尸体化而成的 这个奥兰 看来他的目的不是新建超凡 是早就大定主意 要向所有超凡参赛者 一网打击 杀了我们 我已经被魔族腐蚀了心脉 很快就会变成恶魔 不行 既然你这么明顽不灵的话 那今天大家就同归于尽 不然夏族 再也没有未来 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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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害怕 哥一定会救你 身入骨髓的魔族足以致命 不是血影导致的 必须要让众元老知道 魔族进入了结界 谋化了弟子 只有这样 才能救出血影 这些天关押你 是要你对残害同门的恶劣行径 有所反思 想不到你如此冥顽不灵 什么冥顽不灵 我告诉你们 我哥没有 怎么是你 冬火雪影逃离了以后 还在长风学院附近 不必速查明踪迹 带回唯我所用 冬火雪影 你还真是会给人惊喜啊 好像有人 快帮忙 好了 放过雪影 我代替她 去完成你想要的事件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薄蓉 对不起 都怪我 没有保护好地 这个仇 我一定会帮你帮 我们下回 来 估讯 你 仲 您 背景 习 习 木 Ợ 这 希望 难道中了洗髓丁,还这么风度翩翩 长风骑士果然名不虚传 娘,我已经成为超凡了 等我来救你 我娘这十年来受的苦 我要你千倍万倍地还回来 这可是你自找的 拿命来 是你 我看到了一个蓝色的金球 那个金球的样子和它长得一模一样 那要这么说的话 星火宫和魔作也有关系啊 所以我的不情之情是 想请求您 现在帮我加入星火宫 东伯雪英 没想到他的修为居然在我之上 当初他跟我打的时候就是个毛头小子 我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早知道当初 我就应该把他打残 我之所以给你这个机会 正是因为你孝顺 勇敢 执着 那同时也让你明白 进入百战密室不是那么容易 比你想象的更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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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